回到節目時間 將軍澳清水灣半島由於近海出名潮濕 今集和大家看的二手單位 上一手業主的保養一半 室內的牆身和木地板都開始發黑 入住之前最好換回地磚 會比較容易打理 位於將軍澳馮來路的清水灣半島 柳寧大概10年 前身在香港氧氣廠 項目有7座接近2,000個單位 採取風車型的設計 是當年新地首次是區內容這種職 希望可以增加住戶的私隱度 不過樓盤始終近海 很多住戶在網上討論區都說 樓盤比較潮濕 保養得不好的話就好像這個單位 部分牆身有發霉的跡象 進來主要是看到四圍的牆 其實這些是發霧 不是滲水的跡象 可以看到這些霧 在黑色的地方 拿一隻掛一下 裡面也是乾的 是面層的毛 平時看到開始發霧的時候 用乾布擦一下 就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千萬不要用濕布擦 用濕布擦完之後 就會變成這樣 因為那些毛菌 它一有水濕的時候 助長的生長 會越擦越黑 也可以用較易揮發的漂白水清潔 和預防煤菌 另外也要留意鋪木地板的話 就千萬不要長期用濕地拖抹地 否則就好像這個單位一樣 地板之間的接縫位都變黑 整間屋看下去殘舊 業主剛剛收樓 都打算把全屋的地板 換回地磚 方便打理 單位位於屋苑八座高層 原業主一手馬入之後 一直自住 十年來都沒有重新裝修 不少地方自然有一定的損耗 不過部分問題 是發展商當年留下的 就是部分的牆身有空心磚 好像這個位置 很腥的空氣 很緊的 很緊的 這些因為底層的批檔黏不黏 已經離開了底層 將來再長一點會剝下 如果想跟著它 做油漆之前 就先塑鬆的批檔 重新批好 然後再煽灰油漆 那就很金融了 單位建築面積632呎 實用率7乘6 實用面積483呎 檢查二手樓 除了滲漏問題 還有就是窗口是否適妥 這間房間的窗有保險制設計 開的時候要一邊按著按鈕 一邊打開 不過另一邊的鈕就壞了 較上這一邊比較當風 上手業主沒有修理 不只是用條繩綁著 細房無窗台大約有50呎 近門口這邊的牆身都有4呎3寸闊 放張雙人床都可以 洗手間的設備是發展商原裝的 浴缸有流水的問題 在浴缸看下浴缸 就要看下浴缸 好像這樣 來一邊的 這些是抹抹地口 嘗試按一下 鬆了 這些就是有機會流水的地方 開水之後 就過去隔壁看看山口 水在牆邊一直流下來 有大汗水,地台都濕透了 這個比較容易製作 因為它是折膠出的事 重新折膠就可以了 廚房的升盤都有流水問題 這個步驟最好是砸滿水 砸一會兒,然後才放水 因為很多時候,升盤漏水 長水是不漏的 放了水後,就下來看看水喉 看到這些位置一直滴水 貴在這裏成灘水 這些就要找水喉師傅來製作 換過也不會太貴 其實這些都是扭實一點 水喉師傅來製作三分鐘可以製作的東西 不過除了升盤之外 其他廚房的設備保養得都算不錯 不介意款式的話,可以繼續用回